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来认识舵机 那各位先将盒子里面的这个SG90拿出来 这一个蓝色的小马达 舵机是马达的其中一种 那它是透过直接转动 马达是直接转动 或是指轮跟机构的一些安排 让你可以控制转动的方向速度或角度 这一种叫做舵机 那各位手上这一个型号 蓝色的这个叫做SG90 是它的型号 那它是一个小型的Servo 就是伺服机 小型的伺服机 那伺服机是通常是在那个遥控 飞机里面的控制方向舵的那个部分 那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旋转0度到180度的一个 你的舵机马达 它的 积木在哪里 请各位先把你的QBlock打开 那在QBlock里面呢 在Arduino的积木选项抽屉里面 我们来找一下 跟舵机有关的积木在哪里 这边有个伺服马达对不对 设定角位 多少的伺服马达角度是多少 很明显这个就是舵机的使用 那下面这一个呢是直流减速马达 就是一般我们 在 做车子的 车子车轮的直流减速马达 各位自然客做实验的那一种直流马达 这是用这一个在控制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舵机 所以用上面这一个 所以这个舵机的积木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选择脚位 那有这么多脚位呢 代表可以接那么多马达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接马达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马达用的电流量比较大 所以如果 你接 接很多让Arduino不能负荷的话 那基本上也是不能工作 除非电流 电源的供应要另外处理 那第2个选项是角度 那刚刚有说这个是0到180 的角度的舵机 那所以这里呢原则上是可以填0到180度 0到180度的整数 那如果有小数行不行呢 那你待会就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那当然负数就不行了 超过180游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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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